我叫范靖文 那我现在是在中正高中的舞蹈班担任专人老师 不过因为这几年推行艺术生活课程 所以其实同时也有教普通班的艺术生活课 这两三年的经验 其实尤其看到普通班的普通学生 他们其实平常很少机会 有动脑筋动身体 尤其是创意这个部分 那我们其实是借由这样课程的过程 可以让他们去刺激他的脑筋脑袋 然后跟他身体做结合 因为以前教艺术类科大家有习惯的惯性 就是说我们的语言沟通 然后我们的肢体很快就可以达到一些共识 可是对于普通类科的学生 其实我记得第一年的时候 其实是前几堂课 你会觉得你的语言跟他们不通 也许你觉得这个指令应该是他们可以接收到 可是事实上我们似乎还要在转化一些语言的过程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给有一些意外就是 在身体的刺激上 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来得大 每次上课前我会给自己好几个list 比如说暖身大概有几个选择 主题大概有几个选择跟方向 那最后我有个预设 大概两三个可能 我要怎么收尾 其实前面会让他们放松 然后静心下来 就是说把刚刚在外面的杂物都先丢掉 包括身体 包括心理脑袋这样 然后静心过程大概十到二十分钟后 可能可以慢慢进入到我身体的开发 不要盖好远 也许你脑袋会有什么安静的保持 我会感受 所以是你 还是非常 速度的保持 好一样 说过一次进来 第一天是 就是把刚才在外面所有的情绪 都会有超杂质的声音都先丢掉 眼睛闭上是为了让我们更静心下来 被外界的声感 好 没关系 这也要是保持保持 想尽管把自己可以收线的收线 如果你需要 我也会调整自信都没有关系 就找到一个路线出错了 就像在家里的床上 躺着自信 舒服的保持 安静的听着 有四根绳子 同时的帮你拎起来 试试看会发生什么事 预备 走 四肢的末梢全部都启动 四肢末梢全部启动 好 一样的瞬间 一起剪断 走 你也不需要把别人做 试试看 走 你身体的任务力 都会被牵着往上走 多到你的极限 然后 一样 我还是一样 瞬间把自己放置 甚至 一点 断放 非常好 现在 我希望 你的屁股 你的地板 越远越好 走 停留在你选择的姿势 不要动 停站的很好 很好 非常好 不管别人做什么选择 就停在这个位置上 好 好 轻力手肘 通到口 吸你头 碰到膝盖 停一下 维持爱的姿势 第一个点子 当等一下我们今天进行的时候 你永远要从你现在的姿势 直接改变 好 身体的开发是从刚才进行的过程引导下去的 对然后让他们在没有压力没有束缚中无形的就跟着你的引导去走 那那个走的内容其实就像我刚刚提的可能会有一些它不难 但是就是你如何引导让他们顺遂的跟着你 然后如何从地板再慢慢的站起来 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 那站起来后有时候我就开始觉得 可能开始有一些要流动的部分 那那个流动有时候会设计 可能就是双人的互动 群体的互动在空间中的互动 让至少刚刚那个安静的那个气氛可以稍微热起来一点 这是那个气氛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我是想设计声音与肢体的话 也许就像我可能会利用空间中的声音 然后让学生打开它的敏感度 然后去感觉声音在哪 然后或者模仿一些声音 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信任自己跟信任旁边的人 跟信任这个空间 不要用你的眼睛 然后我们平常就习惯的眼睛 打开其他的感觉 打开其他的感受 走 移动 我说移动 在时辰当你到了开手间的时候 请你往你身体的前后左右 认为移动一下移动的步 因为你旁边随时都有移动 所以很专心的去改变你的空间 你到开手间开始 移动一步后就站在移动 所以大家在这一开的同时 都改变了空间的位置 但是我们全部是有勇敢的 你也许现在会感觉到 你旁边有个体验的感觉 也许你会感觉它好像跟你面对面 还是你的背后有一个人 都有可能 小心 小心 如果你一旦不小心真的撞到你 你也给我一位高枕 让我们大家来 先不要任何效果 好 请跟着我等一下的拍手伸 移动两步 因为我会拍两下 一样你要任何方向都走 但是注意一下 你要很敏感的觉察到 旁边有一个人站住 非常好 已经有人感受到我旁边好像 我下一步 该怎么走 我现在要移动三步 你要非常敏感的觉察到 也许你移动第一步的时候 旁边突然晃出一步 你的下一步还怎么来 就完全用身体的感觉 走这三步 预备 那当然最后就是那个主题 就是我今天其实比较会做节奏 但节奏这个东西其实 它有它的挑战度 也就是每个学生其实是不一样的 而且落差是很大的 所以其实我必须执行了才会知道 他们的回馈是什么 他们的能力在哪里 那一般来说我会先用一个暗号 就是说无形中让学生感受到 我们用节奏开始在沟通 但现在的身体的力色会变多 因为多了地板 好 你试试看 学我就好 一样我敲一次是怎么敲去 我打一段 我打一段 再一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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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身体其实它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它其实可以从节奏训练到他们的手脚协调性 其实一般来说我碰到手脚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 就是说在一个班级有一些学生的确手脚非常不协调 但我觉得重点是那个过程 它有体会到一些节奏在身体里面的律动